警察大人是很多小朋友们的偶像 为了让孩童们也更加了解到警察的工作 所以宜兰县警察局副佑队 今天早上也在郊西白宫 特别举办了小小警察体验营的活动 借由任务的闯关 还有警察体验等等的方式 引导孩童们认识交通安全 还有反读反暴力 来学习自我的保护 也懂得守法的重要 真是帅气小朋友换上警察制服 穿戴好警用装备 就像准备出勤的勇敢玻璃士一样 要去抓坏人 不止这样警察工作还要查案 维护交通宣导反读 为维护治安而努力 这是红的 这是红的 哪一个 红的 是红的 其实是红的 这只外公是看专门的 以后想要当警察吗 想要 以后想要当警察吗 想 为什么想当警察 因为 因为可以抓毒贩 想保 想要那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那个 以后可以保护 保护那个 那个人民 会不会觉得当警察很危险 还好 来 这一手先借我 左手先借我 左手先 对 左手 对 我问你 看你的指纹出来了 你知道我什么样按指纹吗 因为这样可以辨别 你的是不是坏人的指纹 暑假期间 陷阱局复优队举办 小小警察体验营活动 让孩童体会 警察工作的使命感 并学习自我保护 也可以把在体验营 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中 和长辈分享 警察局特别在暑假期间 特别举办这个警察情 天使心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也是要提供 我们青少年暑假 能够有一个优质的一个活动 从事正当的一个休闲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举办了 这个活动 来提供给我们县内的一些 弱势的团体 还有我们16岁到12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来参与 主要也是让他能够体会到我们警察工作的一个特性 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也用这种教学的方式 让学童能够了解到能够自我保护 不要受害 警察维持公共安全 平时很少有机会 可以近距离认识警用装备 这次可以来当个真正的小警察 小朋友是既好奇又兴奋 宜兰新闻记者 大方主汉采访报道